最近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 他的一篇文章叫 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在网络上引起比较大的反响 他其中表达了忧虑 也表达了期望 他期望恢复国家主席 副主席任期限制 同时也希望尽快平反六四 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许章润 我们是十几年前就认识的 应该算是学界的老朋友 我们也都是来自安徽 然后我们有一些类似的共同的东西 就是我们过去交流 在一些学术会议上 有些交流 当然我们在发表自己观点的时候 相互之间有不同点 有一些批评 他当时我记得他经常批评我观点比较激进 他的意图是希望能够给政府多一点鼓励 来帮助政府进步 我们这些学者要提供更多的 可供政府官员决策的参考的这些可行的方案 然后我就反存相机 我认为就是他的一些很多想法 他说我不切实际 我说他更不切合实际 我认为他是与火谋皮 好像把政府把那些官员看得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只是做得不够好 然后要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案供他们选择 我觉得这个希望早晚是要落空的 但是我相信经过最近这十年 他自己可能意识到 他的原来的那个想法也多么的不切合实际 比他批评我 然后更加严重 那么现在他的言论 这个尺度是越来越大了 批评的色彩也越来越浓烈 这一点我要为他叫好 为他肯定 但是他的文章让我大失所望 我觉得远远达不到对一个清华大学法学教授的这样的一个期望和要求 因为他更多的似乎是在跟执政党跟统治集团在讨价还价 是试图呢要唤醒他们的良心 唤醒他们的这种权力意识 或者是执政的这个执政为民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而且呢 就是说你说要要求执政党和政府 他们就是柜子手 他当时六四屠杀就是他们的决策 现在要求他们自己来说 为这个六四来平反 你想怎么可能呢 柜子手会说 我杀的人杀的不对啊 我想你们忏悔啊 还是怎么样 还是希望得到一点物质上的金钱上的补偿呢 所以我觉得他说这个话呢 我老早 差不多在十年前我就说 这个六四是不能说平反 我们是要清算 我们无论是在实现民主的那一天 还是说在民主宪政到来之前 我们就要设立清算委员会 我们清算的不见得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么狭隘 就是说是一种疯狂的血腥的报复 我们的清算包括这个思想上的精神上的清算 理论上的清算 经济财务方面的清算 还有了 道义 还有这个很多方面 包括人死掉了 还要对他进行清算 比如说像邓小平 他作为主要的决策者 他死去了 但是呢 六四的清算 不会因为他死去而终结 包括 杨尚坤 李鹏 这样的人都要将来进行清算 还有王正 所以 他讲了很多的不切实际的东西 包括说是在恢复任期制 就前不久刚刚取消的任期制 那就算是恢复任期制 又能算是多么大的进步吗 那么过去 在这个取消任期制之前 不是一直有任期制的吗 那有中国的同志集团好在哪里呢 所以呢 这个东西意义不大 他这个呢 跟我们十几年前 所搞的零八宪章 应该就是说是 十几年前 为什么讲十几年前呢 实际上零八宪章的酝酿 从02年03年就开始写初稿 那个时候不叫零八宪章 那时候叫这个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 这个建议什么方案啊 这些东西 但是后来慢慢演变成到 08年大家最终签署的 这个零八宪章 我觉得这个 许章润的提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万言书 在内容上 在格局上 在追求的目标上 远远的低于零八宪章 不是一个进步 反而是一个退步 那么我觉得他 也许是考虑到 他目前还在国内 他不敢激烈的对抗 但是零八宪章 本身也不是一个 对抗的文本 而是一个协商的文本 零八宪章 就相当于 21世纪的公车上书 而这个许章润的这个东西 比公车上书还要更加的退步 根本性的转变没有发生 你劝他不要个人崇拜 有意义吗 你劝他不要在国际上大傻逼 他权力大权在握 没有任何的限制和制约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劝说有意义吗 他很多这样的这个劝说 难道你说这些最高统治集团 他们都是傻子 不知道什么对什么错 没有是非观吗 也不是吧 他身边还那么多的智囊 没有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吗 就是因为他们的权力不受制约 就由于这个制度已经腐朽到 没有办法只有摧毁他 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制度的地步了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祈求他们自我进行修补 自我来约束自己 这可能吗 有什么压力能够让他这样做吗 所以呢 我觉得许章润现在还停留在一个幻想阶段 他这个幻想阶段 在我们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有过 我当年也是从那个地步 应该说这样一个程度和认识水平走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期望的是 中国的最高领导层 能够自我发现 自我醒悟 然后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 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向 这个现代文明 就是政治文明 比如说像蒋经国那样 像缅甸的吴登温将军等等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做法 在十几二十年前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现在更加做不到 现在我们应该丢掉幻想 准备战斗 这个战斗不一定是 非得是刀枪降雨 但是这种战斗就是说 我们作为人类文明的这样的一个追求者 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成为 人类文明股市价值的追求者 我们应当拿起各种可能的方式和手段 来捍卫我们的自由和权利 我们要跟这种封建专制 反人类 反文明 反进步的这种现象进行决绝的争斗 而不能够有任何的妥协和让步 下个时候 习近平上台以来 在很多外交活动中 特别是出访 都伴随着您刚才所说的大傻逼 这一次到非洲 四国访问又在傻逼 所以国内很多情绪 非常反感 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还有很多山区的孩子 连过冬的棉衣都没有 怎么能这样 对待我们国家的民旨民钩 但是在习近平身上 我似乎发现了一种 八七子弟式的 纨绕子弟的心态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状态 我们看到习近平 出访那么多的国家 撒了那么多的中国人的血汗钱 然后他换来的是什么呢 换来的 无论是赢链还是金链 在我看来都是狗链 那么他那么喜欢荣耀 那么喜欢这个凶章 有点类似于前苏联的一个统治者 不类似涅夫 当时他通过各种权力机构 给他自己授勋 他的奖章编满了整个上衣 都别不下了 那习近平现在 我至少已经看到了九个国家给他授勋 授的那个勋章挂在身上 他那个是一种耻辱 他的荣耀就是中国国民的耻辱和一种屈辱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老百姓从中获得了什么 中国老百姓看到的是这种疫苗之伤 这个老百姓的心在滴血 老百姓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儿童贫困 失学儿童贫困儿童 他们中午都连一顿饭吃不上 他们连鞋子都没有 光着脚在冬天的地里在走 所以这个像习近平这种做法 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卖国求荣 而且他求的是什么荣 是一种虚荣 所以说这种非常无耻的 没有自知之明的这样一个统治者 在历史上绝对是少见 所以我为什么说 可能他是最近两百年来 中国历史上最昏庸的这样一个统治者 那么你刚才讲到 他什么顽固子弟之风 这个实际上还谈不上 因为他小的时候 九岁的时候父亲就被逮捕坐牢了 所以他小的时候 也是在别人的冷眼中度过 他到十四五岁的时候 已经没有家庭的扶持 所以他不得不最后走向农村 去插队下放 而且他也吃不了那个苦 曾经哭着鼻子逃回家里边 但是家里边一点不给他希望 因为他的妈妈是一个非常 有人说每个女人做母亲的都是非常仁慈的 但这个母亲党性高于人性 还有人说习近平的父母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否定 我认为他父亲是可以肯定的 在相当一部分是值得肯定和推荐的 但是他的母亲是党性高于人性的一个典范 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习近平当时在看守所逃回来了 那下的大雨是又冷又热 逃回家里边希望家里边给他一点安慰 给他一点热的东西吃 换上干净的衣服 他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温暖 但这个时候他的母亲给他的是一盆冷水 严厉的斥责他 认为他不应该逃回来 甚至要亲自打电话把他送回去 这就是生怕习近平的这种违规行为影响到家庭 但是想想那个时候习近平才多大年龄 14岁15岁 一个母亲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就算是把他留在家里边吃了一顿热饭 换上干的衣服 那难道是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吗 然后作为母亲不愿意承担这样的罪过吗 所以我鄙视他的母亲齐心 所以我认为后来习近平能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他母亲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家庭是有很大问题的 因为他有十来年时间没有见到他的父亲 等到他父亲平反见面的时候 那时候他已经是成年人 二十几岁的成年人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很大的问题上 就是说要讲责任的话 他的母亲是有很大的责任 包括最近这些年来 他的道行逆施 他的家人难道没有给他一些提示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习近平呢 他真是已经是一条道要走到黑了 完全是昏庸 听不进去任何的意见和批评 所以像他这样的人 我们不要再做更多的指望 我觉得等待他的命运 就是重征和齐奥赛斯库的下场 甚至卡扎菲的下场 本期间有点赛斯库的下场 你清楚了吗 今天我们开始抱怨